嗨 大家好 現在和你現場實景看看這個新蒲崗顯慶街 老牌的竹店 生技竹店 做了很多年了 這個店舖的時候就放售2500萬 我們現在由這個著陸街那邊 轉到這個崇嶺街一邊走過去 你知道這裡附近的時候 全部都是一些很多銀行也好 工業區也好轉進來 這個叫錦榮街 全部都是麻雀館來的 很多麻雀館 晚上的時候有些人啊 車啊 你知道一麻雀館的時候 都會吸引了一班人在附近這裡去消費 日頭也好 晚上也好的時候 尤其叫外賣 再轉左的時候就進來這個顯慶街 剛好 你看到了 就跨住這個位 生技竹店 現在就下午1點鐘 星期四 下午時段的時候 就售價2500萬 見到建築面積啊 那些店舖的資料在這裡 見到的了 建築面積700多尺 門闊都17尺 剛剛跨住你見到 考評局都是附近旁邊 這裡附近都街坊居民啊 行來行去的 考評局的時候 當然也會吸引一些外來人士 就這個顯慶街這裡 始終來這裡也要去消費 這裡 再來一個view 對面應該是新技竹店 門面17尺 甚至大概30尺 旁邊我都可以埋著館 另外就是民生啊 上班啊 上班人士也好 附近居民的時候都比較多 本身和大廈的時候 也都重建潛力 因為始終它的地積比率都還沒用完 所以新蒲江的時候 你都知道 啟德就沒有舖買了 很多消費都會想買一間舖的時候 就來新蒲江這裡 榮街這裡 就看到很多是麻雀館的了 再出來 這個崇明街 就走 外面有很多人 這裡一直走 對著這個就是新蒲江廣場 現在就是下週 這個Meter有秀的角 看到是12點51分 就是8月24日 星期四 再進來就是新蒲江的公園 這裡 現在帶你走一轉 你難得走的時候 就讓你看到現場環境 你們的影片沒得騙人 新技竹店 有興趣的時候 聯絡你的同事們吧 放售2500萬 現在說的 OK的 抱針加實 聯絡你的同事們 有段很漂亮的影片 你看看 新蒲江顯慶街9至19A號 蒲江堂樓地下5號鋪 建築面積約730平方尺 鋪闊約17呎 深約30呎 副設三上100A電 來去水及洗手間等配套 鋪位現租客為傳統竹店 新蒲江是公客活化計劃 一個重點發展地區 現在已逐步推變為 工業、商務及住宅綜合區 隨著新蒲江附近的 屯馬線鑽石山站開通 附近的居屋群亦相繼落成 街上比輪啟德新發展區 雙上區內人流及消費力 將會不斷提升 物業位於新蒲江工業、商業及住宅區交界 每日大量工作人口及當區居民往返 擁有大量潛在顧客群 鋪位鄰近多間食市及大型超市 是當區居民必到的生活熱點 此外,鋪位位置的大廈樓齡超過50年 而地積比率尚未用盡 極具重建價值 鋪位現租客為傳統竹店 租客長情穩健 租用該鋪位多年 物業員叫價3200萬 現以2800萬放售 成為三大保證買鋪計劃 補租值、補租客、補租金 歡迎留下我們 歡迎留下我們 視聴 réglement 考試最強 無法做出 後來